全白外墙搭配多扇对外窗和阳台 耗资4亿元新建的高雄凤山分局 近日正式取得建物使用执照 不过颠覆过去传统景局印象的外观设计 也引发民众热议 甚至被形容更像是意愿 网友其实还有附近的居民 都是用开玩笑的方式来称呼这样的外观 那其实多数的民众都还是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筑 凤山分局的建筑外观设计 以亲近民众和节能为两大主轴 还曾获得奖项肯定 在网路上也先取一波的讨论 这栋房子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那长成这个样子其实我是觉得 因为它得过几个奖 因为2021年的国家作业建设奖的 规划设计类奖 那同时2021年同年又得到的 城市工程品质奖的规划设计奖 现在警察的工作是服务百姓 让治安可以更好 所以透过空间的重新设计 拉近跟民众的距离 我相信对未来的治安跟稳定民心 是有帮助的 高雄副市长林青荣 也高度期盼未来凤山分局 能成为全新的打卡热点 顺便带动凤山热带 园艺试验分锁的观光人潮 这个案子其实是将来会成为一个很漂亮的打卡景点 因为它就是在跟我们全国非常有名的凤山热带 这个 云音室的门口嘛 所以这两个已经站在一起 凤山分局新建工程如今终于取得使用执照 在地议员也期盼能提供市民更安定安心的生活环境 凤山分局就在我们文龙东路上 对于附近的居民其实是有安心的作用 设在这个地方 那我觉得品质最重要 对未来的整体的治安服务的提升 一定会有极大的帮助 听说也是7月份 我会正式来启用 那我想可以造福我们这附近所有的市民朋友 全新的凤山分局跳脱传统印象 要用更亲民的设计来拉近与市民的距离 记者潘志光 苏宇文 高雄报道 好 那我接着后来走